這段路途的時候,還是想跟各位講一個我今天拍影片的議題 為什麼有時候我拍的影片之後,我還要再做解釋 因為影片是讓各位看到實際的一個情況 有時候影片會比較長,像現在有時候網路比較好的話 我大概會放到五分鐘以上,五分鐘以上影片 那各位知道說,其實有些東西不是我說特意的要去怎麼做 而是這個現象,因為發生之後,我們回溯去看才知道說 原來台鐵的管理商有這麼多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有些議題也不是我所預設所想到的 而是發生之後,往回推的時候才會覺得說 這些都是台鐵的一些長期的疏失 像這次我們說那個,兼任的車長 然後沒帶無線電的事情 那這只是表象喔,各位不要誤會說 喔,我每天帶無線電是多多多多恐怖多怎麼樣 那個都是一個徵兆而已喔 只是從這些徵兆之後,我們就會去往上思考 那我思考的永遠要跟各位講說,我不是在檢討個人 如果說你們把事情簡化,那個就跟台鐵想要搞的一樣啊 就跟台鐵想要搞的一樣啊 就跟台鐵想要搞的一樣 就是個人行為,我們加強SOP 欸,紅燈很剛好 台鐵因為說,那個個人行為齁,所以我們加強SOP 然後就把,就說阿會跟那個,那個兼任的車長來講 以後要帶無線電,然後要帶什麼 浩志祺,要帶一些備品啊等等的 然後就解決了 假設如果說,欸記者問,那台鐵一定又是這一招 但是實際上,我們要看的是整個系統的問題啊 就是說,我們不能說,欸這怪異名的功 然後到最後說,欸家長訓練 然後通通把,像獵巫式的,把那個事情就抓到這個人 然後就解決了,不是 為什麼,因為我們希望事情不要再發生 這,這大概是小事嘛 但是小事小事,很多東西是小事後變大事 像,像那個挑戰者的太空梭啊 就是這樣子啊,一個電片 然後他可能因為蒼氣的那個 因為他們發射台,或是一些液體的一些火箭嘛 他會有一些比較低溫的環境 有高溫有低溫,後來慢慢的烈火啊 那,因為這個整個 條隊只要發射,他是有計算過軌道的 要怎麼樣的,怎麼樣離開地球 那挑戰地球的這個離心力把它抓下來 那能夠在太空,太空懸浮啊之類的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是一個政策上的一個決定說 那這個電片我們就還是不要換 或許他們中級主管也知道 不會說只是基層的工程師啊等等的 可能他們也知道有這個東西 他覺得說可能再堵一下 堵一下 這不就跟台鐵一樣嗎 什麼叫堵一下 啊不會發生啊 啊又沒發生 像有的那個沒水準的一些長官 結果上次又把那個刃塊放在那個梯架上 那他也沒水準說 啊又沒真的掉下來 又沒真的要砸到 掉下來也不能砸到人 那這種不是一個 這種不是一個國民所期待的台鐵的 做台鐵的人員 不管高官或是基層 應有的態度嗎 那一樣的 有些是機制上的問題啊 我就很簡單 我後來把標題改成說 我們的兼任的車長有沒有執照 我就這樣問 我們就可以這樣來問喔 這個答案就很清楚嘛 這個目標也很清楚 就 你現在把一些列長經過訓練 我們在北投的那個員工訓練中心 我們經過考試 上了好多個 上了已經頭快爆了 上三個月的課 那有的 有的是在 比較遠的 的統整過來 所以他是在那邊過夜的 好 那時候也是啊 上了好多個課之後 才取得這個 後來考試才取得這個執照 雖然是內部執照 但是也因此 我們就思考一下 如果 要當一個列車長 不需要那麼多的 一些考驗的話 不需要讀那麼多書的話 那就不用有所謂的執照 證照的制度嘛 那為什麼會有那種堅任的車長 我就懷疑啊 這種堅任的車長 他有沒有真的考過執照 有沒有考過嘛 我就問 問我們的台底長官 有 就直接回答我 有就有 那就沒事情了 如果說 這個 我們這個 臨時這種堅任的車長 是 台鐵也有一個考照的制度 那就沒問題 好 沒問題 那假設沒有咧 那如果說他的車 故障在那邊 那我現在車站跟他聯繫 我們跟調隊員聯繫完 說要怎麼做 那我就跟列車長說 欸 我們現在像 假設就是那班啊 那個3000型 我就跟列車長說 列車長我們現在等一下進行 傳令法 那等一下我們的救援機車 機車號碼幾號 然後會從 東陣線 還是新增線過去 那請你做 第一種列車防護 那第一個他問 什麼是傳令法 那你跟我講 東陣線新增線過去 要幹嘛 因為這決定他要在 列車防護 是要站在那個列車的 車頭還是車尾啊 那什麼是第一種防護 那什麼傳令法 那現在調隊員跟我講呢 利用 借由車站 然後跟他講那個行車命令 那所以他行車命令 他是要怎麼樣 他是要不要抄下來 還是說到了車站跟車站 拿行車命令 那 那那個3000型是沒有載客 那假設 假設有咧 那我們說 那我們等一下進行接駁 那我用什麼車過去接駁 那請車長你去拿那個接駁梯 那他會接駁梯嗎 那會不會他一百張距離 會一站就 就跌倒 他會用接駁梯嗎 隔離或許他會 因為可能是 比較算維修方面的隔離 來個車門 我們就 只開 其他車門的關 那只開那個車門 用隔離的方式 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一個是 完全都沒有經過 考驗執照的這個車長 然後你把他叫做兼任車長 一方面 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 那他要怎麼做 他知道怎麼做嗎 那可問各位想說 那你這樣在嫌車長嗎 是不是人力不夠 我們才用兼任什麼的 不是 我們就是保護 也是保護員工自己 所以 如果說你是 你現在接受了 比如說你的那邊 你的機務還是公務 接受你當那個兼任的車長 你接受了嘛 所以你去了 你上了車嘛 然後到時候 就出事情 假設我們講最簡單 就有旅客抱怨 你怎麼接駁梯 不知道也沒有綁 怎麼樣的 也沒有綁 那現在 現在那個 旅客跌倒了 當然旅客就 就抱怨嘛 抱怨之後就問你車長 你車長怎麼搞 怎麼搞成這樣子 因為 因為我們常講 整個列車 就會兩個人而已啊 一個在車廂內的 列車內 就是跟旅客那種車廂內 那個 客車車廂那個 還有一個是駕駛嘛 司機員嘛 所以你列車長 你不能 不超強行嗎 你要服務那幾百人耶 最少也 如果再刻畫 再有三百人 你要服務三百人耶 你當臨時的車長 你們會覺得說 那有嗎 有那個兼任車長 有 有來服務過旅客的嗎 那我就反問說 沒有嗎 所以我現在 我們就還是聚焦在一個地點 一個點啊 台鐵 你現在所派的這個 一個兼任的車長 比如說機務的公務檢查員 檢查 機務方面 檢查公務方面的 機務的公務檢查員 兼任車長 你那個 那個 電報上面有嗎 我不是附一個 那個這是 三千型啊 那是1月10號的電報 有嗎 那 那你上面就叫 要找一個兼任車長 那我就問你啊 那個叫車長嗎 還是一個阿薩布魯 因為只是你 因為規章 說是列車 列車 出發 所以要車長 所以你現在 隨便一個 他可能把是檢修方面的 那 你給他掛名叫車長 那如果真的出事情的時候 一樣我們就問說 那你這個兼任車長是怎麼樣 是不是也損害到我們這裡的同仁 因為你沒訓練他嘛 不交而殺未知女 你沒有訓練他嘛 那他也 傻傻的不知道說 他也不知道裡面的一個 專業的部分在哪裡 想說啊 反正好啊 那我是檢查 順便掛個名字叫車長 很多東西你可以掛名嗎 我就問各位嘛 像公司 公司負責人 你可不可以順便掛名 好像很大對不對 掛名了 到時候被抓去關單 看你誰是公司負責人 是不是 所以這我們就問啊 台電你現在所謂的 兼任誰 兼任誰 那我就問你 他們有沒有執照 沒執照 那你改當 叫車長 所以這個東西 是不是行之有年 是我的問號 第一個有沒有執照 第二個是不是行之有年 是不是長期被忽視 只是因為沒發生 沒發生 那假設真的發生了 什麼事情都 你既然稱為 你要改革啊 你什麼痛定思痛 一大堆的 那個鳥話啊 那 那你怎麼可以說 預設都不發生 那 那可以 全部預設都不用發生 就 也不用車長了 假設不辦客 也不用車長 就司機自己去開門關門 什麼都不用發生 那司機發生之後呢 車長的角度 角色就是跟我們的戰鬥機 像F-14它有前面一個駕駛員 後面一個聯絡官 或是武器工業官 什麼 車長角色是後面的 就是說他負責聯繫 今天要怎麼策略上 怎麼樣怎麼做 甚至說武器的攻擊 怎麼樣怎麼做 是後面這個聯絡官 在聯絡的 那前面那個就是戰鬥機 看他怎麼飛 飛什麼角度 攻角 怎麼樣怎麼樣 一些技術方面的 那個就是我們台底的司機員 這個角色 所以我才會覺得就喊 我說 你為什麼 一個聯絡員 沒有帶聯絡的工具 就無線電 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樣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台鐵聯絡工具 就這樣子 能用LINE嗎 是不是 我要跟你加LINE一下 今天出次來 趕快 趕快聯絡一下 你跟那個 跟調隊員 看哪個區域跟調隊員 用LINE來聯絡 是這樣子嗎 不對 這是我們台鐵 所以 我這算爆料嗎 不是吧 這個是因為你長期的行政態度 只是我現在 從這邊追本溯源 才發現有這樣的現象 麻煩長官解釋一下 留言一下 到這邊 拜拜